第二题 甲乙丙丁分别代表四种不同的存物质 取18公克甲和20公克乙进行反应 乙之化学反应式为2甲加乙生成丙加2丁 若反应后甲剩下4公克乙完全用完 生成12公克的丙 则此化学反应生成多少公克的丁 这只是很简单的质量守恒定乙的运用 那么反应前的总值量等于反应后的总值量 我们的甲给了18公克 但是反应后剩下4公克 所以他真正用掉了14公克 而我们的乙有20公克 所以反应前总值量就是14加上20等于34公克 而我们的丙生成有12公克 所以34公克减掉12公克就是剩下的丁 也就是22公克 所以我们会生成丁22公克 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 反应后剩成多少公克的丁 我们答案选的是C22 12 是绝对 1025 12 11 12 t 12 12 13 13 14